这一节课,我们来了解一下虚拟现实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金方就已经开始了飞行模拟器的设计 随着计算机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 这种模拟器又发展为大屏幕显示器和全景式的情景产生器 1957年,美国电影摄影师莫顿海利西发明了一台叫做Sensoroma的机器 那用户只要把头伸到这台机器里面,就不仅会有3D的视觉效果,甚至还能闻到气味 不过由于这个想法太过超前,加上这个设备缺乏互动性 所以Sensoroma并没有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那么这里的画面就显示了当时的人们在体验Sensoroma这种机器时候的情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是比较庞大的 这里我们来了解一段Sensoroma的历史影像 好 鞋子 是OK 是OK 然后到了1965年 在当时的计算机写数会议FIP大会上 苏泽来发表了一篇名为终极的显示 The Ultimate Display的论文 那么在这篇论文当中 首次提出了包海具有交互式的图形显示 力反馈设备以及声音提示的 虚拟现实系统的基本思想 苏泽来后来还因此获得1988年的图灵奖 那么到了1968年 苏泽来在另外一篇论文当中 提出了一种头盔式的三维显示装置的设计思想 并且设计出了这样的一种系统言形 那么这个设计也为现在的 所有的三维立体显示技术奠定了基础 那么它当时的这个显示系统非常的重 需要显挂在天花板上 然后才能戴在头上 所以获得了一个绰号 叫做达摩克利斯之介 然后1984年 加入Lenia创建了VPR Research公司 专门研发虚拟现实的软件及运件 也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家 销售虚拟现实产品的公司 VPR研制出很多创新产品 对虚拟现实的体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比如像Data Glove 书记手套 Audio Sphere 声音球 iPhone 以及ISAAC虚拟现实引擎 Body Electronic 一种可视化的虚拟现实编程语言等等 那么在1987年 他在接受Who Earth Review杂志 对他的访谈当中 正式的提出了Virtual Reality 这样的一个术语 那么由于他开创性的贡献 JerryLenia被誉为虚拟现实之父 那么JerryLenia这个人 他除了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之外 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他同时是一个做起与表演家 哲学家 他出版过一本哲学书叫做 你不是一个乐器 那么还有两个 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的 虚拟现实设备 微软的体感 Connect游戏系统 以及微软 2015年发布的 HoloLens混合现实头显 也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开发出来的 那么虚拟现实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里来了解一些 关于虚拟现实的定义 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虚拟现实之父 JerryLenia 他在他的最新出版的一本书里边 为虚拟现实从技术 哲学等等 甚至诗意的角度 提出了50多种定义 那么是他对于虚拟现实的一些理解 那么这里我们从技术的角度 我们通过来自几篇论文的定义 我们来了解一下 虚拟现实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的三个定义 分别摘抄子 三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 那么第一个 他认为虚拟现实是一种 可以实时的仿真和交互的 通过多重感知系统 视听觉嗅觉等等 对一种用户界面 第二个定义 他认为虚拟现实是一种 由计算机生成的 澄清性的 多重感知的一种信息系统 并且他可以实时的跟踪用户 第三个定义 他认为虚拟现实 是一种 人类可以对复杂的数据 通过计算机来进行可视化 以及操纵和交互的一种程序 那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虚拟现实的发展过程当中 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 在1990年的时候 美国银行局跟VPR合作 推出了The Virtual Interface Environment Oxidation 简称为VIEW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 对银行员进行模拟和信念 那么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 由美国空军的Armistron实验室 开发出了第一个 可以将吸食融合在一起的增强现实系统 叫做Virtual Fixture 1995年的时候 CSGI公司提出了虚拟现实建模语言 或者是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 那么这是一种可以建立真实世界场景模型 或者吸购的三维世界的一种建模语言 那么它是一种非常简易 非常容易使用的一种描述性语言 并且它具有平台无关性 那么这个语言后来又经过了VRM97 VRM2000 并且在2002年发展为GEXM21 语言的X3D技术 然后1995年的7月 任天堂公司发布了虚拟现实的游戏机 Virtual Boy 那Virtual Boy它采用了 头戴显示器的设计 它里边内置两块 分辨力比较低的 单色的显示器 那么可以实现128级的 对比度的黑红显示 那么这个设计啊 非常的有前瞻性 目前所有先进的 虚拟现实头戴显示器 都以这样的设计为基础 只不过搭载更为先进的屏幕 那么这个页面里所列挤的几个事件 也体现了早期学术界 对心理现实发展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它是从成立了一个公司 以及出现了一个栏目 在一个SIGGRAPH学术会议上 还有一个论台 那么只好到后来 有一个workshop 直到最后 到1999年 成立了IEEVR Conference 那么以此同时 很多大型公司也在开始尝试进行 虚拟现实设备的制造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东芝公司在2006年 推出的一个虚拟现实头线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也非常沉重 有2.8公斤 三自由度威压头线 那么三自由度也成为3DLF 它能够感知用户头部的转动 但是不能感知用户身体的移动 那么这一类设备 比较常见的形态 就是跟智能手机配合使用的威压衔镜 一般它通过智能手机的陀螺仪 来实现三自由度的感知 这类产品的价格一般比较低 能够提供比较基础的VR交付 和立体观影体验 常见的设备 就像我们刚才了解到的 谷歌的Cardboard 比较VR 还有我们国产 暴风魔镜等等 那么跟Oculus不一样 的是谷歌在2014年 推出了一个Cardboard的系统 这是一个非常廉价的 它采用透镜磁铁 橡皮筋等等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使用的是硬直板 来制作的一个外壳 那么这个设备 它需要把一个智能手机 插在里边 那么从而来提供 以比较廉价的方式提供 提供虚拟实境的体验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三星和Oculus合作 推出了一个价格低廉的 VR体验设备 VR 那么它需要配合三星的智能手机来使用 那么六自由度 VR头显 那么它相对于三自由度 多了额外的空间定位功能 可以通过红外定位 或者激光定位等 感知到用户在虚拟世界当中的 自由移动 那么用户通过可跟踪的手柄 还可以感知手的动作 用户在这样的设备的支持之下 可以实现前后左右各个方向的 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的行走 以及蹲起站立 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 可以从任意角度观察物体 跟物体进行互动 那么这类设备比较典型的有Oculus 还有HTC Vive 那么同样是在2012年 现在已经非常流行的 心理线是头显Oculus 开始登陆众筹网站 那么它具有两个目镜 每个目镜的分辨率是640x800 这样它合并之后 它拥有1280x800的分辨率 并且它可以使用陀螺仪 来控制头显的视角 也可以通过红外摄像头 来定位头显的位置 配合手柄 那么就可以实现六个自由度的互动 使得游戏的澄清感 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在2014年 Facebook公司 以2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Oculus VR 那么另外一家技术公司 索尼 也为它的PlayStation 推出心理现实头显 并且在2015年正式更名 PlayStation VR 也是在2015年 由HTC和Web公司联合开发 推出了HTCWeb 心理现实头显 那么它的心理现实系统 通过激光定位 来实现更加精准的用户跟踪 从而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那么消费者版本呢 Oculus Rift CV1 也在2016年正式推出 前面我们了解了VR设备 在近年的一些发展情况 那么AR设备 在近年来 也先后出现了一些 代表性的产品 那么谷歌公司 在2012年发布了一款 拓展现实的眼镜 谷歌Glass 那它类似于智能手机一样 可以通过声控拍照 视频通话 可以上网 可以处理文字信息 等等 那么它可以通过一个摄像头 来拍摄前方的画面 并且可以把心理信息 叠加到现实的画面之上 人们戴上它 既可以看到现实世界 又可以看到数字内容 那么在2015年的一月 微软公司发布了 它的第一代增强现实 同时现在也被认为 是混合现实的头显 HoloLens 然后在2017年的12月 Magic Leap公司 发布了它的第一款 混合现实眼镜 Magic Leap One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